今年来因为家庭博力 定定社会案件是一直团 所以教育家庭的诉求也对着增加 北台南家府中心 最后就过行了一段既家会 现场邀请来有教育家庭 16年照顾经验的教育妈妈 跟大家分享到照顾孩子的力量 离家府中心主任也有社会上 有能力的爱心家庭 可以做回来教育家庭的行列 社会新闻上常常会看到博力的事件 但是你知道在这个社会上 其实有一个人一直渐渐在照顾 这些心心属上的孩子吗 这就是我们说的教育家庭 今天在北台南家府中心 就举办一段既家会 除了跟大家分享教育家庭的 辛劳力定以外 当时也希望有更多爱心家庭 做回家庭教育的行列 当然有很辛苦的一面 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很温馨 令人感动的一面 其实每一个孩子到每一个家庭 他都需要一段时间的设认 但是这个设认既然过来 我想每一个教育爸爸 教育妈妈 都是孩子人生当中 应该是最重要的他人 也是算是他人生的贵人 人生当中 我们拨打的时候 需要有人参扶一把 我想我们的教育爸爸 教育妈妈就是 扮演着这样的一个角色 让孩子有那个力量 可以重新站起来 现场也来后 有16位教育家庭经验的 教育妈妈 输水盈 对民国九三年 达这到现在已经 照过21位的孩子 他一直以来都跟每一个孩子 当作是自己的孩子来照顾 当时也在今年 比起乎学生为做育妈妈 相当不简单 我觉得要做寄养妈妈的条件 非常简单 你只要能把他当成你自己的小孩 我常常跟人家说 像我们一些寄养妈妈 我也常常跟他们说 只要你在吃东西的时候 你要记得 他是我们家的小孩 但是当你要处罚 这个小朋友的时候 你要记得 永远记得 他是别人的孩子 这样 你就可以做得很好 因为你对自己的小孩 会用什么态度 对别人的小孩 会用什么态度 这样你就可以做得很好 还有要具备一颗 耐磨的爱心 真的 你的心脉 要帮忙了 这样就没什么问题了 最后因为 现在社会上 宜小安在宇宙求情家 这里等待好人家 今天还有十多位 所以主理也希望 社会上有灵略的爱心家庭 能够紧跟北台南高府中心来联络 社会家族 驾用家庭的行列 让爱担入来 接着肖建委 各家民营空窟 彩虹伯德 接着肖建议 接着肖建议 接着肖建议